大学男生猥亵女生还喊区校方通报,其已办理退学,五一大学通报学生深夜参入女生宿舍,实施猥亵事件设施学生已办理退学手续近日,一则因为我辛辛苦苦地考大学,摸了一下女生就全没了,的网铁在网上热传。 王铁以广东五一大学基电工程院学生黄某的口吻,讲述了自己在今年五月份因潜入女生宿舍,实施猥亵后被校方勒令退学一事,黄某在帖子中自称患有抑郁症已因此事产生轻生念头此后,黄某毫无悔意的态度引发众多争议。 9月11日晚,五一大学学生会就此事发布通报称,黄某凌晨参入女生宿舍,实施猥亵属实,后其家长向学校和警方提供了一份黄某患有焦虑抑郁症的诊断证明书,目前黄某已经办理了退学手续。